4月23日 根据安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温暖的闲》 在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 张翰 张军宁 张佳妮 金超等一众主演悉数亮相 发布会现场张翰与张军宁多次撒狗粮 又是寄予蝴蝶结 又是送礼物的 简直太甜了 除了男女主的粉红甜蜜互动外 金超与张翰两个好兄弟之间热物贴面又飞稳 多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作为剧中的一大看点 张翰和张军宁这对三度合作的老搭档 面对吻戏还是绝对有一定挑战性啊 我觉得应该是吻戏吧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次 所以也很熟了 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让 就是吻戏它其实不只是吻戏 它有很多的堆叠 然后情感要到那个程度 它又变成是让大家看到的是 有很多深情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吻戏难以为 哇 张翰觉得呢 也是吻戏最大 我也觉得是吻戏 因为吻戏是要碰到好的对手 对 呃 大家都是在这个角色的情绪当中 嗯 就是在那种 这个本戏的表演节奏还有情绪 还有尺度分寸 其实这个是很难把握的 就不是为了接吻而接吻 对 面对霸道总裁这个标签 张翰深沉感慨 演了很多普世霸道总裁的可能就是 你也没有太就是关注到 然后我也相信就是 看到这个可能会跟你之前的既定印象 就对我们的可能会有所转变 好吧 倒是一定要帮我 在微博上多写一点好的评论啊 在剧中 金超饰演的朱林璐 是一位光彩夺目的暖男富二代 采访时他也忍不住跟大家分享 每场戏都蛮难忘的 因为我们每场戏都会聊 呃 因为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 简简单单的早年间偶像剧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特别 有深度和感悟的这么一个偶像剧 所以说我们每场戏都会要调整 要聊表演方式 所以都还是比较有记忆深刻的 其中最记忆深刻应该是我一拳 打他的这么一个 打他的这么一个戏吧 上来二话没说 就问了一句话 然后就动手打了一拳 打完之后其实自己也是含泪的 因为毕竟有兄弟情 所以说我觉得这部戏 值得大家看的地方 其实就是格局 我觉得每一位演员 每一位角色所创造出来 角色所赋予的格局 据悉 温暖的闲将于4月29日 登陆湖南卫视 非凡娱乐 上海报道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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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